杨文老师 各位大家好 我们看他的题目 他说下列哪些对于多元平洋的观点较为事件 讲每个教学单元以设计多种平洋方式 来了解学生的学习表现 这个叙述是OK的 没有问题 由于强调多元平洋精神 所以教学平洋应避免使用直笔测验 这个是错误的叙述 我们并没有因为强调多元平洋 就说我们禁止使用直笔测验 某种程度直笔测验的使用频率还是很高 比多元平洋是主观的平洋 无法提供对学生学习客观的资讯 这个也是错误 我们还是有办法客观的去搜集 学生的资料 丁 丁 平洋应该要能切合教学目标 并选择适切的方式 进行平洋 这个是对的 所以是甲更丁正确 这个是108年第二次的27题 林老师针对数学课生活中的大单元 进行差异化教学 好了 注意喔 请各位注意 他先用前册将学生按程度分成三组 某种程度 这个是由安置的意涵 对不对 依照程度来分组 他说什么 高程度者给予较高层次的题目 并引导其自学 中程度者分组讨论 课内题目进行自学 低程度者由老师集中教学 好 分低中高 好 请各位注意下一句话 林老师对低程度主学生 施策单位换算测验 他怎么样 下面一句话很重要 发现他们对于小数点位移概念不够清楚 这个他就考得很细了 他知道说学生的错误的概念 迷失的概念 所以就这个部分 他能侦测到学生小数点位移概念不够清楚 这个是由诊断的功能 诊断的功能 好 重新解说与练习后 才讲解新概念 在每一堂课快结束时 注意喔 每一堂课快结束时 林老师根据课堂内内容设计两个问题 已确认全班是否学会 最后这一句话 跟什么 行程性的评量有关 每一堂课结束的时候 他设计两个题目 这个是属于行程性的评量 所以纵观来看他题目很长 这个地方涵盖了安置 他有用到安置诊断行程 没有用到的是总结性的评量 教学目标的部分 110年的第二题 下列合则 在认知领域目标中的层次最高 选项A这里表达对垃圾危害海洋环境的感受 那个感受那两个字 让他好像不太归类上 不是什么 认知的 有可能是比较偏什么情意 对不对 好了 再来 各位有没有看到C跟D 你要看那个关键字 C 说明什么什么的后果 有没有看到那个说明 D 用电脑软体比较 说明跟比较各位如果 就是对那个Anderson 或Brun的那个架构 尤其是Anderson 基本上怎么样 他归类为 他有细分为几个类别 七八个类别 对不对 解释跟比较 对应的认知层次都是理解类 所以这个地方最高的是 选项B 提出一个海洋的事 减量的解决方案 相对于其他认知层次来讲 他是最高的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110年的第八题 下列哪一项学习目标的续写方式 最符合学习结果导向的观点 我们要看的是学生具体的学习成果 他展现出来我们可以客观观察的行为 所以选项跟A跟B各位有没有看到 学生练习电脑软体的操作步骤 这个基本上是比较强调什么 那个历程 学习的历程 还有选项B也是一样 学生学习如何正确使用两角器 最符合学习结果的导向观点的是选项D 学生能解释文章中的因果关系 它能解释这样子的因果关系 这个是从学生展现出来的具体的行为来描述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D 各位我们看一题 教学目标 你看到108年的第17题 这个应该是第一次 他就考了一个技能 认知了他每次都考太多次了 就冒出了开始有技能这一部分 学生能精确迅速完成生物课的解剖任务 这个表现较符合动作技能领域目标的哪一个层次 答案是D 复杂反应 你可以去看一下像李坤筹那本书 他就有详细的描述 能快速正确操作高难度与复杂的动作 我们刚刚有看到学生精确迅速完成生物课结果论 他符合这一项定义 所以答案是D 好了109年20题 不论的认知目标层次 以下四个学习目标 注意 由高至低 排序应为何 各位这个地方其实应该不难看出最高的 最高的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关键值 有时候要去注意一下他的关键值 判断 Evaluate 去评估 他人的情绪 判断他人的情绪表现出合一的行为 相对于当然我们要相对对不对 好 其他的层次 各位有没有看到 再来是什么 举例 说明情绪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那个重点在举例 还有 假 解释不同情绪的特征与表现方式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举例跟解释 如果按照我们对于Anderson架构的了解 他都归类在广义的理解 这里他有把他做了一个高低的区隔 他把他举例 他认为举例又高于解释 不同情绪的特征与表现方式 这个丁跟甲丁是比较细为的区分 但是呢 最高的没有问题 最低的应该也没有问题 最低的是什么 以嘛 各位有没有看到 说出情绪的什么 有没有关键字 定义 这个定义一看到就知道是什么 知识类 知识类 所以他的认知层次最低 好了 109年21题 陈老师希望提升 学生的思考能力 预理了几个问题 下列哪一个问题的认知层次最高 各位有时候要用消去法 我们答题也有答题的技巧 比如说选项A跟B 地震时正确的反应步骤 还有需要关闭家中哪些设备 这个很基本的是什么 比较偏知识类 做什么步骤 什么步骤 这个比较偏知识类 关闭哪些设备 这里呢 相对来讲是选项低 最高 你要去思考 家中最安全的避难地点 为何 相对于选项A跟B 他是比较高 好了 各位109年27题 技能的题目又来了 所以你们的确有注意到 他现在不只是考认知了 赵老师在体育课中 指导学生进行跳绳 一跳二回旋的技巧 他根据技能领域的目标 你一定下列各项目标 这个都跟技能有关 好了 他要我们怎么样 从技能目标 请将上述的技能目标 从最简单的最低层次 排序到最复杂的最高层次 各位 这个地方 比较没有问题的是最低层次 对不对 老师先示范一跳二回旋 对不对 的动作 然后呢 这个关键字在这里 学生再完全怎么样 模仿 这个如果你去看李坤丑老师的那一本书 对不对 他有提到 这个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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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他高一点的 是以学生的依照教师指示 完成一跳二回旋的动作 按照老师的指示 这个好像又比模仿往前进了一步 好了 比以再更进一步的是什么 五 学生能正确独立的完成 一跳二回旋的动作 正确独立 不需要老师指示 跟不需要老师指示 这种模仿 好 再来呢 各位 再来是什么 机械化 如果你去看那个技能的部分 对不对 模仿的上面 有那个机械化 学生能在三十秒内 做十次一跳二回旋的动作 好了 就这个部分来讲 最复杂的最高层次的 就是复杂的动作 就是比 学生听到音乐后 能够怎么样 各位注意到 自然完美的 很顺畅 很自然 很完美的完成 一跳二回旋的动作 所以这个 是处于最高层次 所以他的答案是D 这个地方 某种程度 你可以去分 模仿 机械动作 复杂动作 好 108 第二次D 李老师引导学生阅读小王子一书的时候 期待他们阅读后 可以描述三件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及个人的感受 并说明原因 好了 这个是属于何种目标 各位我们看到 个人的感受 所以怎么样 排除掉认知技能 这个应该是什么 表意的目标 好 好 好 我的目标 有点 注意